打坐到底的话呢 它有什么好处 第四个好处呢 它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柔韧度啊 为什么这个很多人 人到年龄大了 他的骨头就变硬了 硬就容易脆嘛 对不对 比如说今天 我举个例子啊 那么今天这两根棍子 这两根棍子都是硬的 这两根棍子都硬的 它相互碰的话都是相互伤害 力气再大一点的话 肯定会折断一根 对吧 但是今天我们拿一根棍子 来打一根绳子呢 来打一根绳子 那这个绳子你是打不断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柔啊 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要 包括后面教大家去练这个双盘 这个双盘呢 就是我会给大家开韧带和关节 开我们的一些韧带和关节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筋骨身变柔 你筋骨身只要一变柔 你记住啊 一柔你就能够身体就健康了啊 所以说那个老子在《道德经》上面也讲了一句话啊 就是专气至柔 能如婴儿乎 什么意思啊 你看婴儿是非常非常柔的啊 你看孩子 同那个时候 第一个不管他的思想 他的身体都是很柔的啊 所以说他那个时候的智慧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纯粹的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打坐的练习呢 他可以来就是增加我们身体的啊 这个柔韧度啊 这个柔韧度呢 呃 大家不可小视啊 俗话说得好 金长一寸 瘦长十年 这个呢 后面还有很多的练习啊 再去慢慢跟大家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两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两个人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lelai